这是一个秘密的培训基地, 但培养的可不是什么特工或者杀手, 而是吸血鬼战士。 自从上次吸血鬼狼人大战之后, 凯特与迈克被狼人科学家抓住, 站下一个混血女儿依附林。 为了保护女儿, 凯特将其藏在无人知晓的某处, 包括凯特自己。 狼族又有了新的首领马西斯, 而凯特则在不断的逃亡中, 同时被吸血鬼与狼族追杀。 烟幕降临, 一只狼人小队正在追杀的凯特, 最终凯特刮不敌众被一顿毒打, 他在愤怒中开挂, 挣脱束缚打杀四方。 这是狼人变身向起扑兰, 被及时赶到的大卫直接撞飞。 大卫告诉凯特, 原来是狼族首领, 为了得到凯特女儿的血液, 从而改造整个狼族, 人类和吸血鬼也将被他们赶尽杀绝。 谈话间大卫突然被狼人偷袭, 凯特迅速将其制服, 并让其怠惑马西斯, 不用白费功夫, 在这里他什么都找不到。 随后凯特将大卫带到安全物, 并将大卫体内的定位弹取出。 那边, 大卫的父亲托马斯, 在护卫维尔加的带领下来到吸血鬼大北营, 并与议会成员塞米拉商议, 邀请凯特重归阵营, 提升实力对坎朗族, 然在一会一番游说下, 终于勉强获得了支持, 殊不知塞米拉背后正在密谋着奸计。 而凯特这边, 安全物内突然警报声响起。 原来是吸血鬼大眼妹, 前来邀请凯特重回部族, 说明来以后遭到凯特的拒绝, 随后警报声再次响起, 狼恩再次来袭, 无奈凯特跟随大眼妹来到吸血鬼大本营担任教练, 为新兵传授战斗经验。 这是维尔加走来, 向凯特发起挑战, 在铁龙内, 维尔加面对凯特的灵力攻势节节败退。 就在这时, 维尔加趁机不备, 用战友毒药的匕首划伤了凯特, 凯特瞬间想瘫痪, 并拿起凯特的双枪, 射杀所有在场新兵。 原来这就是塞米拉的奸计, 嫁祸凯特, 获取他的血液, 以便得到强大的力量。 获知消息的大卫, 在父亲的帮助下, 通过密道来到塞米拉的房间, 发现正在放学的凯特, 就在两人设法解救时, 塞米拉拖上路, 托马斯拿起长剑掩花二年, 但最终死于花楼。 大卫在痛苦中抱着凯特跳下窗户。 在塞米拉惊叹的表情中, 迎着阳光逃离基地, 乘坐列车来到了北部之族, 在这里大卫才知道, 自己竟然是大闸拉艾米利亚的儿子, 他才是正统吸血鬼船。 凯特也被吸血鬼巫师告知, 水浆是凯特涅槃重生的关键。 这时负责追踪的大爷妹, 却来到了狼祖领域, 和马西斯交缠在一起。 原来大爷妹早已叛变, 马西斯得知凯特在北部之族后, 随即带领大军袭击北部之族, 成群的狼人闯进城堡混战在一起。 在奋力解决掉一个楼后, 凯特发现了马西斯, 面对马西斯的强大攻势, 被其一拳打飞。 一阵打斗后, 凯特趁起独北, 扛起马西斯一起掉下冰羊。 只见他直接转变为人面狼身形态, 随即冰原化为战场。 面对马西斯殿身后的强大攻势, 凯特一个滑蝉躲过, 随后抓紧迎着宝剑, 一个漂亮的转身, 直接使出二连击。 最终凯特不敌, 被马西斯单手提起, 挣脱束缚的凯特, 在后退的瞬间, 突然被一把利剑刺穿。 大爷没在舔尸过骑血以后, 失望地发现, 凯特竟然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在哪。 马西斯愤怒地开枪, 射杀了凯特, 随即召唤所有狼恩大军进攻吸血鬼大本营。 凯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 响起巫师的中稿, 拨开冰块, 滑入冰冷的水中, 在狼恩门离开了之后, 大卫救回了凯特, 吸血鬼女巫将她裹成了木乃伊, 然后放到水中开始复活仪式。 大卫也下定决心, 决定肩负起原本属于自己的责任, 回到吸血鬼大本营, 证明了自己的身世, 并将塞米拉关押了下。 紧接着狼恩大军来袭, 很明显, 狼恩有备而来, 吸血鬼们伤亡惨重。 就在这时, 一架重型武器被推了出来, 一声巨响, 子弹沿着轨迹打破窗户, 阳光照射进来, 吸血鬼的叫声此起彼伏, 千军以法之锦, 一道鬼魅身影瞬息而止。 原来是凯特及时感动, 他不仅复活了, 还带来了北部知足的援军。 马西斯见状一声怒吼, 手下纷纷在咆哮中变为狼狼。 马西斯也在凯特的挑衅下, 开启单挑模式。 在打斗中, 无意间马西斯的血液见到了凯特嘴中, 瞬间凯特获得了马西斯的记忆, 原来是他杀掉了麦克, 他乖粉交加, 是要为爱人报仇血恨。 而大卫这时, 一逃出关押的赛米拉打了起来, 两个人大打出手, 都想快速解决对方。 大卫最终不敌, 被打倒在地。 危急时刻, 大卫一个飞刀击中窗户的开关, 阳光照射在赛米拉的身上。 面对阳光, 他惊叹了下, 被大卫一把利剑刺穿脑袋死于化牢。 凯特也在这时进入训练室, 放下铁龙, 再次向丈夫与女儿的回忆中。 马西斯则变成人面狼身, 掰开铁龙, 一拳一拳地击打着凯特。 慢慢拉回现实的凯特, 面一闪来到马西斯身后, 一个手刀插入其背, 扯下马西斯的几堆, 打仇中德宝, 打仗结束, 狼人失去手里, 慢慢推举。 凯特和大卫在一人的推举下成为长老, 吸血鬼种族也全数接受了计划, 获得了日光下生存的能力。 这场维持千年的战争, 终于再次迎来和平稳定。 电影的最后, 在北部之左这边, 凯特也终于和女儿迎来了重举。 电影到此结束, 我是爱看电影的巴林大叔, 喜欢这部电影的记得点赞加关注, 因为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